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今晚由我周振元陪你看天氣 回顧上個月的天氣 原來是香港自1884年有紀錄以來最溫暖的11月 平均氣溫是錄到破紀錄的24.0度 比較正常的數值21.8度高出了2.2度 原因是由於南海北部的溫度比較高 以及東北季後風相關的冷空氣較弱所造成 回顧上天氣 今天部分時間可以看到陽光 各區錄得的最高氣溫是24至29度之間 感覺挺暖暖的 轉過來看看大範圍的衛星影像 可以看到和東北季後風相關的一度廣闊的雲帶 現在正是覆蓋著華中以至華南北部的地區 可以看到一度冷風已經在我們的北面形成了 我們預計這度冷風今晚會向南移動 並且橫過元朗地區 本港方面在今晚午夜前後 就會轉出一些北至東北風 又來到今晚和明天詳細的預測 預測會是漸轉多雲 晚間的天氣就會顯著轉涼 以及有一兩陣的微雨 氣溫方面是介乎18至21度之間 風方面是吹微風 會漸轉吹和緩的北至東北風 風勢是間中清淨 再看看電腦對於未來幾天的預測 可以看到一股東北季後風在未來幾天 繼續會影響著華南的地區 為這區帶來比較清涼的天氣 而另一股季後風的補充 在週末期間會為廣東地區帶來一些雨水 所以我們展望 星期五部分時間天色會是明朗 在週末期間會是有雨 氣溫會進一步下降 今晚的天氣和大家看到這裡 下次見